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心力量训练和耐力训练 然后平均每一个动作30到40秒 然后中间休息10秒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教大家正手劈杀 首先是常规的正手后拍 再来就是回拍动作 第一个回拍是小臂在动手腕 然后你们的拍面是往内 往内 然后往你们的斜线 去批击球点是在这个球的右侧 怎么样让球速更快 这个就要取决于你的回拍速度 你们回拍击球的那一瞬间 必须要加速发力 类似这样 这样球速才能更快 然后球才能更刁转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学会了吗 学会给我点个